上周大S和汪小飞刚刚官宣白白 名下9亿的资产还没有怎么明确如何分配 这明星离婚队里边又加了一元 30号的凌晨呢 王月伦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说呢 自己已经跟李湘在7月离婚了 原因是长期性格不合导致的感情破裂 不过呢这条消息随后又被他自己秒删了 沿着资本的蛛丝马迹 我们可以发现这夫妻俩呢 明显是做足了准备才宣布离婚的 天眼茶显示两人名下的多家企业已经没有关联 夫妻俩最后的一次商业往来 是在离婚当月 老王将持股99%的一家公司转给了李湘 对于这份前夫送来的礼物 李湘大概是看不上的 本月初呢把这家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给注销了 李湘和老王算是娱乐圈里女强男弱的典型了 李湘嘛大家都知道 昔日的芒果台当家一姐 论主持功力远甩现在的小年轻一大姐 巅峰时期呢还出过专辑演过电视剧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名利双收了 而且呢这人更厉害的是 投资眼光远超同龄选手啊 2000年的时候呢 大家对未来房地产能够多赚钱还是一无所知的 李湘呢已经开始攒钱买房了 那个时候北京二环内的房价只有几千块钱 连何炯都就买房这事儿感谢过李湘 正是因为他的提点 何炯才赶在限购之前上了车 后来他在事业巅峰期的时候呢 转行经商 这野心和魄力可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的 今年五月份李湘刚刚成为360的娱乐总裁 名下的房产那多的是数不过来 妥妥一个经济独立的商界女强人啊 我们再来看看黄月伦这边呢 那差的就不是一心半点了 虽说有个知名导演的称呼 但如果我不说你能够想起来这个人都拍了些啥嘛 当年结婚的时候呢 李湘看中老王身上的才气 前后举着钱给老王连拍了三部电影 各种登台吆喝刷脸的宣传 可惜扑愣的一步比一步狠 弄到最后李湘都不愿意再提票房这俩字了 要不是因为芒果台的爆款综艺 爸爸去哪儿 让老王喜提知名度 真论起事业来 老王可能还不如自己五岁的女儿王施灵 也难怪一直被网友说啊 是报劳富婆大腿的软饭男 经济弱势也就算了 这老王呢还总会沾点桃色新闻 又废柴又花心 这种男人你说谁想要啊 所以两人走到今天并不意外 其实啊 明星结婚呢 就像是两家公司合并上市 大婚当天好比是敲钟现场 烈火烹油鲜花锦簇 等到离婚 那就像是宣布私有化 拆分退市 大多数关系不合的明星夫妇呢 都会在台前呈现出一种非常拧白的状态 就比如说 某队坊间传闻离婚许久的明星夫妻 明明都是那么貌合神离了 为什么却偏偏坚持不离婚呢 外人看着是百思不得其解 婚变的八卦也是年年都没停过 原因之一呢 就是相比普通人 明星这个职业的特性 让夫妻间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 巨额财富的诱惑之下 明星离婚就成了一个大难题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杨幂和刘凯威 2015年 就在和刘凯威结婚一年后 杨幂签下了何嘉行的三亿对赌 按照合约 杨幂等人三年内 要给公司赚购三个亿 一年一个亿的净利润 即便是在吸金如流水的娱乐圈 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为了不崩盘 嘉行旗下艺人那三年 是如临大敌 一姐杨幂呢 更是一个人恨不得掰成四半用 和权限拉满的工作量相比 同在嘉行的夫妻两人 关系逐渐降到了冰点 2016年 刘凯威的剧本文 更是将两年的婚姻 又往悬崖上推了一步 然而当时 距离完成对赌只剩下一年的时间 但是目标还差一个亿 如果在婚姻这种人生大事上 处理不当 杨幂或许 要面对的是巨额的对赌失败赔偿 一朝不慎满盘结束 此时的杨幂已如满弓之剑 容不下一丝一毫的闪失 在外界的一片不理解中 一句 我无论如何都相信凯威 稳住了两人的婚姻 也稳住了杨幂的对赌之路 而对于同公司的刘凯威而言 嘉行的平稳增值 也会为她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 2017年 杨幂主演的电视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一炮而红 一只来自清秋的狐狸 拉着嘉行的全年营收 一路飙升 不仅提前完成了目标 更是大幅超额近一亿 杨幂成功从打工人晋升资本 借壳公司三年估值 翻了两百倍 最终杨幂和刘凯威 两人岌岌可危的婚姻 也是在对赌完成后的次年 才正式宣布结束 至于两个人的感情到底好不好 资本穿破重重迷雾 早已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除了共同利益难解保 明星离婚难的第二重原因 还在于明星有相当一部分利益 源于他的个人身份 已婚和未婚 就像是两个巨大的蓄水池 分装着不同的市场 靠着结婚 明星可以打通池币 吃到另外一个池子的利益 毕竟这年头 靠着在节目上 装装样子 秀秀恩爱 就能够小透明翻红 喜提代言的机会 是真的不多了 就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老王吧 他能够被大众熟知 主要是托了爸爸去哪儿 这档亲子综艺的福 要是真离了家里的两个女人 老王自己是值不了几个钱的 所以前些年 老王是一边在网上和老婆秀恩爱 一边在幕后给女儿当经纪人 整个人的生活 基本就是围着母女俩转 偶尔靠着在节目上哭残 倒苦水 收获一点意外的关注度 但是就这样 老王时不时的 还是要闹点花边新闻出来 让李太太不惜甩下颜面 未夫出征 可就算是有那么多人 倒在了离婚的终点上 背上还是有大批的明星夫妻 想要跳进这个甜蜜的赌局之中的 因为结婚实在是太赚钱了 黄晓明和Angela Baby的一场 世纪婚礼轰动了全国 教主砸下两个亿 给Angela Baby打造了一场 堪比皇室的梦幻盛典 占地9万平方米的上海展览馆 说包酒包 5.53克拉的超大钻戒 价值千万 大婚当天的更是请来了半个娱乐圈 2000多位宾客里富商名流 网红明星随处可见 后台单纯为宾客提供餐饮的大厨 都有上百位之多 但是如果说你以为这背后的所有开支 都是教主一人承担 那可太单纯了 小孩子才会觉得这是一笔亏本买卖 成年人只看到了两个字搞钱 在这场估值三个亿的招商大会上 各家名牌商绞尽脑汁 甚至低声下气 倒贴5万 也只是想能够在喜宴上给自己的logo露个脸 两人的结婚喜堂 Angela Baby代言的全身的珠宝首饰 几大品牌联合送的 婚礼现场史无前例的花枝宫殿 国内某家帮忙建的 小到捧花婚鞋 大到婚宴婚车 两人的这场婚礼不仅充满了众筹的味道 更是借着全网16亿的关注度 把自己的精算盘打得叮当响 一滴肥水都没有流入外人田 除了承包整个婚宴的是教主自己投资的高档餐厅之外 负责婚礼全方位直播的秒拍 也是教主投资版图当中的一员 靠着内部的独家授权 大婚当天 成千上半的围观群众挤在了直播间里 一天就为黄老板贡献了6亿的播放量 不费一分钱就得到一大波用户增长 教主此举可是为自己的公司 省下了一笔巨额的广告费 这场对外宣称四支两亿的盛宴 实际上需要教主自掏腰包的部分 几乎只有几十万的场地费 再算上现场据说整整四个保险柜的礼金 两人的这场搞钱大会 可是给后续的不少明星夫妻 造了个敛财的模范样本出来 所以说明星婚姻 看似是双方个体情感上的决定 背后更多的还是来自利益上的纠葛 想红想赚钱都是正常的人性 没有啥可被指责的 相比于爱与不爱 能赚多少能赚多久 这才是明星考虑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毕竟荷尔蒙的持续期只有两年 浪漫的阀门关闭之后 摊在夫妻俩面前的 可是一张带签字的声明 等到双方都从这波红利里收割完毕 至于这场婚姻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那可就得再说了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